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天文一号 首次火星 我国首科太阳探测 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大航天器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市场缩量整理 我们说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市场又要打3000点的保卫战了 如果市场再回撤 我们有必要出手加仓吗 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些题材类的个股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抵抗型的下跌状态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的回答 三位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 欢迎您 还有市场分析师刘欣 欢迎您 这时段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央行今天评价开展1820亿元的 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 从而使市场降息的预期落空 受此影响 护纸盘中弱势震荡 双创指数走势相对更强 两市缩量成交 7516亿元 自尽观望情绪明显 大家关注的 首先是本周三将召开的陆家嘴论坛 证监会届时将发布一系列资本市场的相关举措 其次要关注的是海外市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央行超级州 全球多家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而从盘面上来看呢 上涨指数从5月20号阶段见顶 阶段调整已经至今快一个月了 那么近期会不会迎来反弹呢 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一段时间板块的整体表现情况 您看一下这个梳理就知道了 其实大部分板块都是跌的 仅有三个板块是出现上涨 那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在板块上再做解析 先来说大盘 那我们先请居类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居老师刚才也提到了 今天市场的整体状态呢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因为周末可能有一些 这个大家的预期 预期吧 就是有降期的预期 市场还会下沉吗 我觉得其实本周应该是一个 就是反弹修复 修复周吧 算是反弹修复周 那么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种指数的分化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身强户弱 那影响这个上证指数的主要就是来自于大金融 地产 以及以茅台为首的这种消费 那么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 大家看到 就是把上证指数给拉起来的 其实就是地产跟金融 那么地产跟金融呢 主要就是有些资金可能预期 这个周末会有这种降息的这种预期吧 然后在今天这个预期就是没有兑现的情况下呢 所以这些板块就这个走得比较弱 或者说等于说周五怎么涨上去的 今天又怎么回落下来了 那么而且呢 很明显啊 因为周五的放量也是放在这个方向 那么今天实际上市场成交量也萎缩了 那但是我觉得上证指数今天没有去击破周五的 3011点的这个低点呢 本身我觉得是已经算是对这个就是预期没有兑现 但是市场走得还是相对比较顽强的 那么明天我觉得大家反正就是关注一下 上证指数的五日均线得失吧 明天能够站上五日均线 我觉得上证指数又面临着这个要开始补涨了 就是向这个生成指啊 创业板指数靠拢了 那么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本周的一个落反弹吧 那本周的落反弹呢 我觉得因为从市场目前的成交量上来看呢 又回到七字头就是你刚刚说的七千五百亿了 对吧 就比周五的时候要将近减了九百亿 那么如果是维持在八千亿以下的这个成交量就两次 我觉得这个反弹应该是相对比较弱的 就本周的反弹是相对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指数反弹的强弱呢 就大家去看一下沪胜三大指数的五周均线 如果现在五周均线是反压状态 也就是均线是拐头向下的 如果本周不能够突破五周均线的话 那么大家还是要预防一下六月末的月末效应 而且呢现在也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红利指数或者说红利板块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煤炭啊 这个电力啊 有这种补跌的迹象 比如说电力的龙头 长江电力 这个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根比较量非常大的 这个放量的这个阴线 那其实阴线的幅度我倒觉得不太大 主要就是这个成交量有点大 那这个成交量大呢 是代表了本身资金的分歧 那这里面一部分的资金 我估计可能会 就是为什么会提前离场 更多的他们可能考虑的也是说 这个指数如果没有调整好 或市场没有调整好 最后有可能会强势的板块出现补跌 或者说就类似于现在还是高位的一些板块 有可能会出现补跌 这是资金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也实际上也是要防这一块 因为一旦本周的这个反弹的幅度 市场的反弹或者修复的幅度 并不是很好或者很强的话 那么到六月底的时候 又会面临着一个可能就是六月末的 这种资金的这个复反馈 或者市场调整的这种风险吧 那因为在过去的整个的上半年吧 每当月末的时候 其实市场都会出现一波回撤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说一下在整个六月份走势最强的板块 其实就是我当时在五月底来说的 这个半导地板块 那我觉得半导地板块也走了 大半个月以上了对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半导地板块在本周再出现 往上加速的话 也有可能在月末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获利盘的兑现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会导致整个市场 也就是说在落反以后 又会出现这种不进折退的 这个回踩或者调整 所以这是可能后面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吧 就把这些点给关注好了 那么我觉得就大家可能就会 这个在交易的时候会有一个侧重面 还有一块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成交量 如果在本周我们看不到市场的成交量 重新回到8500亿之上 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个落反 落反完了以后 市场应该最好的走势 也就是那种落实震荡 可能差一点的 还要去回来考验上周市场调整的低点 那刘欣是不是市场在这一周会迎来一个变盘点 因为大家都期待周三 陆家嘴论坛是否有一些相关的消息出来 这个时间点要值得重视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 从这个历史上的情况来看 就是当大家整个市场聚焦在某一个事件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真的等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市场呢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表现 而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似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预期啊 过于的这样的一个强烈 而且呢 呃似乎大家对于陆家嘴论坛的这个预期呢 在于什么呢 在于对于科技股成长股或者科创板 有一些预期在这里 但是呢 从目前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呃情况来看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从科创板近期的走势情况来看 虽然说半导体芯片板块呃 包括像一些消费电子板块走得很强 近期呢 使得科创板的指数呢 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走势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科创板的量能的情况 周五的时候是超过了750亿的量能 但今天又回落到620亿的量能 所以从这个量能的角度来看 呃科创板市场并没有出现一个持续性的放量 如果没有持续性的放量 那么科创板在这里出现独立行情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大 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 呃对于科技类的个股而言的话 大家还要特别注意 呃6月下旬实际上是进入了 中报的这个预报的这种集中披露期 而对于科技股而言 往往业绩是科技股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险 大家回想一下今年的4月的这个中下旬开始 其实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 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 呃因为年报和一季报的这种压力 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贵 所以在这个两个预期之下的话呢 我觉得呃可能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在这个位上面呢 也只能算一个结构性行动 也只能算一个部分的这种个股性的行情 呃在这里呢 说是要出现一个呃 带动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向上变盘的这种可能性呢 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一个目前市场还有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权重类的客户在这个上面 其实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止跌迹象 因为周五刚才居老师讲了 像券商啊包括地产类的这些个个股有所移动 但是在周五的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权重类的板块 在这里不断的震荡回落 包括在今天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以上证50跟护生300为首的这些权重类的个股 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止跌回升 只是一个小幅的这个反弹的这样的迹象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 当权重股在这个上面没有一个真正止跌的话 市场在这里要形成一个所谓的向上的这个变盘 或者说出现一个反转的这种可能性 真的是来很难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上面期待一个变盘的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当然短期内市场在这个位上面 尤其是护制连续下跌 在逼近3000点的整数关口 在逼近半年线的这个位置的话 出现短线的反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张欣硕 从这一周我们的情况来看 就是大家还是有所期待的 但是回顾上一周市场的这种缩量状态就非常的明显 那如果说大家都有所期待的话 这一周就像刚才跟刘欣所谈到的 这一周这个时间窗口值不值得我们关注 我觉得大家在预期上面做了过多的博弈 这个博弈的现象非常的明显 就是如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市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走势 那么我提前在某一个板块和位置 等待市场走势的出现 大家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获利了结 所以说我觉得就很难 就这个A股就一直出现在体材的轮动 或者说没有持续性的增长资金 或者没有持续性的一个行情 很多时候的话 我觉得大家比如说这一次比较期待 MF利率的一个变化 但是并没有出现 甚至在MF利率续作的时候 这个MF利率续作的时候 是缩量的一个续作 至少证明在银行间的利润性 不是那么的紧张 所以我觉得市场 其实是面临弱势走势的时候 再去向外部去寻找一些 可以理解为慰藉 就是一丝希望 说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信号 我们一起来反弹 来看一下反弹这个力度 很显然没有等到 没有等到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今天A股 是低开0.5%左右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 预期博弈之下的话 市场会一直持续性的走弱 目前来看的话 就当下来看我个人觉得 市场的第一支撑位 实际上 基本上不在3000点 在2970点的一个位置 而且还是第一支撑位 这个支撑位的话 严格意义上来讲 走到这个位置 不出现成年量大面积的 放大的话 也就是说没有人在这个位置离场的话 那指数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探 探到2940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就是 这也是我觉得 就是在预期博弈上 做了太多之后 特别容易出现的两个恶果 第一个恶果就成年量的萎缩 没有人去打提前量 没有人去 这个承接抛出的资金 所以说市场会不断的去缩量 不断的这个体材在变换 第二个的话 因为大家一直在打预期 然后一直提前埋伏 也没有这个主线的效应出来 那么市场就会不断的往下去探 探到最后一波人守不住的时候 这个量以这个下跌的形式后出现的话 才有可能见底 这也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 为什么2970如果那边 见到支撑位的时候不见量 还可能继续再往下走的原因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放 中长期的角度去看 这个指数在这个位置 3000点上下的话 整体往下空间也不是很大 长期来看的话 白酒板块在这个位置调整又到位 科技行业已经起来了 其实是为长期的一个机会做准备的 另外的话 我觉得就是除了本身上证指数 我们认为会继续往下 寻找支撑之外的话 大家也一直知道我们过去很长时间 坚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乐观 这边科创50在这边的确已经走强 而且走强的强度的话 从5月27号开始是一路涨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分歧 甚至盘面上如果这个下跌加速越多的话 整个科技股会走得越强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个人也赞同居老师说的这一个市场 如果再强的话 这个短期还是会出现获利盘的一个离场 而本身又是一个存量甚至缩量的一个市场 这个时候如果获利盘从科技方向出来的话 应该还会有至少一到两斤的一个中一线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整体指数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是短期 无论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创指数 还是以红利白酒为代表的上阵指数 都具有继续往下调整的一个可能性 只望着反转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 你是以上阵为例 2970如果还不见量市场还下行 可能现在你比较看好的还是科创50这个方向 我们一会儿还会详细说 菊老师我们来看两张表 这两张表 一张是5月20号见顶调整至今的大盘指数 各分类指数的情况 上阵调了4.38 深层至4.41 创业板3.15 科创50是涨了0.36% 北震50更是跌了6.79% 再看一下调整至今的板块的涨跌幅 涨幅前五的只有前三个是红的 就是半导体10.45 电子化学品就是光刻胶这一块6.93 消费电子2.79 电力煤炭跌的算少的排在了涨幅往前列 这就是这段时间真实的市场 那跌幅剧前的是房地产农产品ST教育 互联网电商跌幅在16%到20%左右 菊老师就是看完这个此起彼伏的这个板块的状态的话 我们对未来板块的这种趋势在阶段性 就在这个时点上有没有重新的梳理和思考 其实我觉得今天市场的排面正好反映了你刚给的这就是第二张图 就是板块的一张图 就今天市场的走势 我说今天市场就是只有三个板块是涨的 其他都是跌的 对吧 那我就总结吧 就是一句话总结 其实今天整个市场走下来 大家会发现整个市场就只有两种股票 第一种股票叫科技股 第二种股票叫非科技股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整个的非科技股远远跑输了指数 对吧 就是连指数都跑不赢 那本身大家也看到很清楚 除了科创50指数是略微红盘的以外 其他的指数都是跌的 所以可想而知 那如果你手里是非科技股的话 你连指数都跑不赢 因为指数本身都是负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就 我拿这个张银硕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指数的支撑吧 就比如说要跌破3000点的话 那如果跌破3000点 那大家考虑一下会跌什么 那也就现在高高在上的红利板块 还是有很大可能是不跌的 因为如果你指数要跌破3000点 甚至于到2940点50点 这个地方去寻找支撑的话 那很容易 这个带指数的肯定是权重了 对吧 而且一般来讲 跌权重的话都是要从 就是现在目前位置还相对比较高的 因为它更容易 就是受到获利盘的兑现 因为你在一个弱势的市场当中 到现在还能够坚持的 那么往往这里面都是获利盘 那么大家知道A股有个习惯 也就是最后指数见底的时候 往往是高位的板块出现补跌完了 那这个市场就止跌了 止跌的往往又是低位的板块会先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水网低处流 那个时候低位的板块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性价比 那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也是对 我觉得至少认为调整的时间不太够 然后各个板块之间的筹码 这个就是也是落差太大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整个市场未来的这个演绎是怎么样的 对吧 那么很明显 整个六月份 其实你如果不做科技线 你去其他地方 一样是赚不到钱的 就是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差 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说在下周开始 就是比如说或者本周的下半段到下周 科技股也出现了补跌的情况 那你就知道这个市场 其实还要走一段落势 就是整个来讲 市场会做一个自动的高低切换 所谓的高低切换 就高的东西都要补跌一下 那么科技现在又分两个这个就是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来自于科技里面的一些大票 所以像今天比如说PCB的这个棚顶啊 这种都加速了就拉涨停了 我看一下龙虎榜 基本都是机构在出 所以呢这个也反映了 可能机构都觉得这个位置比较高了 他愿意这个抛一点 那么就是比如说芯片 里面呢就是看花红公司啊 这个中芯国际啊 那这些现在走势还比较强的 会不会出现明显的复反馈 再有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市场的情绪 就是看弹性 弹性就是看20厘米的PCB的一些品种 那20厘米PCB的一些品种 如果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复反馈 比如说当日的下跌幅度就超过了10% 那就代表了整个以情绪主导的 或者说相对偏科技类的这些品种也出现 要出现补跌了 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会出现 月末效应的整体市场的回落 那么还有很多的品种 可能它本身就是在低位比较弱势的 那基本就是随波逐流 就是跟着市场一起也会做抵抗式的下跌 就您刚刚说的抵抗式的下跌 所以这段时间下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熬一熬了 所以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就今天这个时间点上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判断本周 这个修复反弹的强落 如果是偏弱的 那后面可能整个调整的尾声阶段 你还是要去避一下的 就是控制下仓温 其实刚才我们在罗列整个数据的过程当中 看到三个板块 半导体 还有光刻胶 还有消费电子 这是5月20号以来 涨幅最好 就是唯独这三个板块是红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从半导体的持续性来看 那张鑫说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后市半导体 就是它在逻辑上 在行业上 就是整个这个拐点是不是到 好的 首先我说这个半导体行情的一个持续度 其实放在整个半导体这一边行情来看 我们认为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开始 它可能会因为整个指数的回落涨了10% 短期获利盘比较多 出现一个调整 但是就今年整个半导体行情而已的话 6月份只是展露头角 或者称之为出露锋芒 其实整个半导体真正的行情 还没有彻底的展开 我们要给大家消 这个行业的一个拐点 大家非常在意这个基本面 但是我们要很遗憾的 就是这个行业的拐点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至少是从去年9月份之后就已经开始非常明确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北方华创 它的这一个业绩的话连续多个季度是环比正增长 我再用下这个词连续多个季度环比正增长 就是它每一个季度永远比上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增加 这一个在A股市场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这种增加的速度还没有结束 刚刚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这边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就目前的招标情况来看的话 半导体的行业增速只会大家不确定在哪个位置 但不会怀疑它的增长 因为无论是招标来看的话 还是它的市场份额空间来看的话 我们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整个我们这边的芯片的需求 至少占到全球芯片的30% 但是我们企业提供的相应的设备和配套的话 不足3% 这让我们看到了2020年的时候 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同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一个产业的一个公司 至少在新能源的销量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不足总汽车行业的3% 但是经过三年左右的发展 整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它的这一个市占率已经达到了39% 有的一部分可以达到49% 那这一个增速发展是非常快的 其实半导体行业恰巧处于同等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从横业来说的话 这个规定已经从去年9月份已经确认 出现的话可以更早推三个月左右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行业的加速段还没有到来 现在很多半导体的公司 他们的营收的话过10亿的都不是那么多 更何况过百亿的企业 但是考虑到我们整个半导体市场的需求来讲的话 大多数我们国家的半导体的企业的营收 最终肯定是要过到百亿以上 所以我们说首先行业的天花板 从3%的市占率 我们讲全球市占率 哪怕只到30%的市占率 行业上有一个10%的增长空间 其次的话从行业增速 现在来看到的话 整个竞产场的一个扩产非常明显 那么设备的采购也基本上 毫无疑问会增加 那这一块的增速的话 至少维持在行业20% 龙头公司50%以上的增速 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些行业的这一个 本身的一个筹码的情况 我们上次给大家来的时候 已经多次强调 其实北向资金在混股桶里面 主要买维尔股份 在深股桶里面主要买北方华创 那目前北方华创 北向资金持股已经超过120亿以上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的话 一家科技股的公司来说 这一个比例不仅高 而且是连育性的增持 另外的话 我们发现目前国内的机构 对于半导体的配置 尤其是设备类的配置 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话 随着大家对科技行业形成 一致性认知的话 在筹码上只会有更多机构 进入这个市场抢筹 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说 这个短期内获利了结 这个资金撤退 但是对于中期行情来看的话 无论是从行业的业绩 还是从未来机构 对市场充满的需求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半导体 真正的加速段还没有到来 你还期待半导体 有一个加速的阶段 一是基本面的改善 二是伴随着市场 对基本面的反应 你觉得这个事情还没到来 我们简单例比一下 2021年3月的时候 当时整个锂电池板块 会开始涨 然后等到了五六月份 有一个小微调 真正锂电池板块的 两个月完全一直在那时候 其实是八九月份 所以半导体的八九月份 还没有到 是这样的概念 那菊老师刚才也有一些 投资者朋友 在我们互动区留言 他说 其他我可能对半导体 看不懂 但是我会看成交量 只要半导体的成交量 没有被刷下来 还能保持一定的成交量 那我就对这个板块 继续关注 他这个观点 对吗 就是我们如果 看半导体的持续性 如果也有半导体的一些品种 在手上的话 我们怎么来看 整个市场的这种 就是持续可能 可以 这个就是这位观众 其实他更关注的是技术面 那技术面 我在两周前讲了 就如果你要看半导体的技术面 半导体的六月份 就今年六月份的半导体的走势 你可以去类比一下 2022年六月份的软件 其实差不多的 那么当时其实软件 就是已经有提前 资金进场开仓了 但是呢 真正软件的这个 就是主声浪 是出在2023年的1月份 因为当时它叠加了一个AR概念 所以软件板块就掀起来了 但在软件板块掀起来之前 是有一支独立股票 是它就是领先于整个 软件板块的 当时那个股票的名字 叫中国软件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为什么就两周前 就讲了这个 这个观点呢 其实现在就是 整个半导体板块 应该是开始大资金关注了 也就是这个 刚刚那位观众讲的 已经看到了成交量 其实看到了成交量 就是大资金关注 但它目前 应该算是一个 刚刚启动的环节 而并不是 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主声 所以在刚刚 这个就是或者说是 以前我们老的 看技术的人 可能会说 它可能是建仓啊 对吧 或者说 刚刚资金开始关注呢 那么在关注的 这个阶段里面 它会有反复 就是我们说的 涨完以后 可能要 就要回一下 对吧 然后会有反复 反复呢 一方面 我觉得是对于 这个 筹码的清洗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是对于 就是类似 比如说 周军线啊 月军线的这种修复 所以它需要时间 那么目前来讲 我觉得 关注肯定是 没什么问题 对吧 我说一个细节吧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这一波 如果你去做 科创50指数的话 你远远跑不赢 科创版里 个股 对吧 那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在资金 刚刚关注的时候 出现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偏权重的 一些品种呢 它走的是 稳稳的趋势 但是偏弹性的票呢 可能短短的 这个两周时间 已经翻倍了 对吧 所以它的落差 会比较大 所以在现阶段 其实我觉得 可能关注个股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然后等到下一阶段 那这个下一阶段 我觉得最快要到四几度 那个时候 可能你再去做指数 同步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那据老师 刚才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列表当中 像房地产 农产品 ST 电商 这个是跌幅剧前的 而跌幅 也都达到了 15%到20%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非常短期的 快速下跌 对 有没有一些 交易性的机会 没有 没有 我刚刚说了 现在的市场 其实以现在的成交量 来讲 就7000多亿的成交量 你都回不到8000亿 那资金只会聚焦 聚焦它其实就是 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市场 目前资金最 可能拥挤的地方 比如说半导体也好 包括消费电子当中的 PCB也好 然后还有一些 跟泛科技有关的 就是轮动 之前的CPU 对吧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轮动的 还有一批 跟科技完全不沾边的 那就是 沦落成这个下跌的 这个板块 那么这批就 没有什么机会 那未来 也是一样 如果是存量市场 它会 就是资金 聚焦的地方 会越抱越紧 直到什么呢 直到它们出现 补跌 它才会诞生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 反而要关注的是 那些还在 就是高高在上的 或者最近 这个走势比较好的 资金介入 比较深的品种 会不会出现补跌 如果它们出现 补跌了 就意味着 可能市场会进入到 最后的下跌 尾声阶段 同时在尾声阶段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 比较弱的板块呢 它们又会变成 抵抗性下跌 就可能跌幅 没那么大了 但是也不会有 什么更好的逆时表现 那其实在之前的 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跟大家交流过 就是不同的成交量 对应的市场状态 是不一样的 成交量没有发生 大变化的话 这个成交所反映的 市场状态 也不会有大的改观 而我们前期看到的 红利品种 现在出现一些 可能要 可能掉头的 这种状态 迹象 那包括我们说 在市场当中 像半桃底 它的一个持续性 也是受到 政策的一个推动 但是整体来看 就是整个市场的 这种弱势 很明显 我就一句话 很难改 就一句话总结一下 但凡你看到的 市场的成交量 只有8000亿 或者8000亿都不到 整个市场是什么 叫一跌难涨 那如果是一跌难涨的 那对大部分的 投资者来想 你做好防守 才是最重要的 来看看 我们看看刘欣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在仓位 包括这个策略上 给大家一些提醒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 很可能 半年报也会展现 这个是不是 我们也是一个 学习布局 但是同时也要 厘清自己手中 个股的一个时间点 确实 因为现在陆陆续续的 一些半年报的 预告的这个公司 开始登场了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 一些相对来讲 业绩有预增的 这个公司 在近期市场中 还有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表现 但表现而言的话 不持续 也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明显的 这个板块效应 那么很大的特征 我觉得还是因为 目前市场的量能 是处在一个 极度的这种 缩量的这种情况下 因为7000亿的 所谓的这种 量能的这个情况 其实在目前 这种情况下 要维持所谓的 热点轮动的 这个情况 都比较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更多的是建议 大家保持一个 相对比较轻的 这样的一个仓位 当然了 有了一些 在科技股当中 进行操作的 这种投资者 我也建议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陆陆续续的 就是且行 且珍惜 陆陆续续的 也要注意一些 建好就收的 这样的一些迹象 因为毕竟的话 目前在这种 弱势的市场当中 在这种 缩量震荡的市场当中 就像居老师刚才讲的 是一跌难涨的 这种市场 一旦说 有一些风吹草动 而且呢 其实我们 目前A股市场的 很多科技股 我觉得跟海外的一些 像英伟达 包括像博通啊 对啊 包括像苹果啊 这样一些公司呢 是有一些映射关系的 一旦对应的 海外市场的标的 出现一些波动的话 那么不排除 国内的这些 科技类的个股呢 也会随之 出现一些震荡的走势 那刚才 我们对短期市场 做了聚焦 也给大家回顾了 至5月20号 建定以来 整个板块的 差异化表现 供您参考 稍后我们是 今日关注 今天将关注的是 车路云 一体化干颜股 我们一会儿见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 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 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志投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 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今天的旁面上 车路云一体化概念股表现出色 二联电子 包括经营科技 还有华民智能等多股 都打到涨停板 消息面上 近期北京 武汉 福州等地 相继开启相关规划和建设工作 备案金额为 170亿元的 武汉车路云一体化 示范项目也获得批准 上海市也发放了首批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识别标牌 那车路云概念的持续性到底怎么看呢 还有就是近期的汽车板块反弹持续到底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 那张新硕刚才也提到 今天就是整个这个车路云一体化的表现还不错 这个可能跟前面的整个市场有过动作也有关系 而最关键还是说 它在一个进入使用的一个临界点当中 政策有所推动 能持续吗 我觉得从短期的交易上面来看的话 持续度还是难度比较高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最近市场其实习惯了短期轮动的一个状态 大多数的题材都会在一到三天左右的时间被放弃 第二个的话就是短期板块的一个涨停 一般来讲出现这个三加左右 这个题材可能也是一个顶的信号 所以我们其实发现最近的短线其实是比较难做的 一种说法是目前在一些资金网上打板的时候 会有很多量化的动作 同样的跟随 其实上板的时候很多筹码都被速度更快的 这一个机器单给它拿掉了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千分之一千分之三 更不要说千分之五的溢价 资金会直接走掉 所以说基本上隔日涨停之后 隔日基本上大幅低开 所以我觉得短线的体材的一个走弱 对于体材来看的话 我们会保持更大的谨慎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公司的加速会带动一个体材的上涨 但是当这个体材出现 机体化的热度出现的时候 它会同时结束 所以早一点的话可能是正单 带动了整个化工板块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一次的话 像万级带动的这一个车路云的概念 也有相似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也会认为 短期这种加速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顶的一个迹象 你觉得是一个赶顶状态 季老师同意吗 车路云 车路云确实从短期来讲 因为市场是一个叫缩量的状况 所以一旦加速以后 第二天是很难接的 但车路云整个体材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缩小版的 低空经济概念 就差不多就缩小版了 所以后期我觉得会有反复 但反复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个股的缩龙的这种交易 但就是说你说马上结束了 应该还不至于 因为实际上就是现阶段 本身市场处在一个调整的周期当中 所以就很多板块来讲 确实持续性是很难保证的 也就是说一旦大家预期都打得比较满的时候 往往可能会形成短期的一些获利盘的兑现 在这一点上 可能跟张兴硕是比较相似的观点 我补充一下 因为整个车路云的板块的 体材的体量相对来说 比低空经济要小很多 所以在这里面主导的 可能还是量化的资金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量化资金其实它的高度 不一定会达得很高 但是波动率可能会增加 就是在盘面当中弹性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挺吸引眼球的 但是整个的操作性您觉得并不强 并不强 对 那我们来看看在技术面上的分析对车路云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车路云这个概念的提法 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 刚才居老师说它是属于一个缩小版的低空经济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呢实际上它有一点新品这个装旧旧的这个味道 这个车路云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往下深挖的话 其实它跟智能驾驶无人驾驶包括像智能交通 这些之前在市场中活跃过的这些概念是有一些相似的这样的地方 所以从本质上而言它部署一个特别新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只能说对于有一个题材呢 灌了一个新的名字进行这样的操作 那么第二呢我们再从这个板块的这个个股的这些情况来看 今天呢车路云概念是出现了全面的活跃 而且呢好像有一个两连板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那么短期的一个持续性呢 我觉得就关注这些领涨或者说今天涨停个股的一个连板的这个情况 一旦说这种连板性开始出现这种衰竭迹象的话 那么整个车路云可能出现一些波动和震荡的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就是市场近期的这种成交量 周五的时候达到将近8500亿 今天缩了将近1000亿的量 那么如果说明天整个市场又往7000亿左右去靠这个量能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要说车路云了 可能几乎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些所有的这个概念 可能在明天市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震荡调整情况 所以量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 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车路云啊 其实是把之前我们知道的几个概念 它给捅在一起了 因为它毕竟出行啊 它的方方面面都被这个捏合到这个车路云当中 包括有自动驾驶 包括就是汽车的和自动驾驶相关的毫米波雷达等等啊 就是它都捅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看这些这个龙头个股的时候 说哎呀好熟啊 之前自动驾驶的时候 它就是涨过 哎呀它之前在这个芯片 就是汽车芯片当中它涨过 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熟悉的感觉 这就是刚才几个嘉宾分析的这个关键点 那君老师 就是汽车板块的这个反弹持续性怎么样 因为从乘用车数据的情况来看 今年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数据还比其他行业要好一些 就是这个数据好像还拿得出手 数据还可以 但现在就是个问题 其实汽车板块啊 它是比较吃成交量的 就整个汽车板块还是比较吃成交量的 它要比汽车电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车路云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个股是来自于汽车电子 是的 但是新能源车和汽车板块 它相对来说这个吃成交量的程度 要远远大于车路云 所以呢这块我觉得也是很难走出持续性 因为你现在市场的成交量 不足以能够让这些就是吃成交量的板块 就是可能说有比较好的连续性的上涨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很有意思 这个周五上涨的这个CPU的一些大票 就是一中天 今天实际上也是个冲高震荡 原因就在于什么 就是市场的成交量不足以支撑 这些题材的大票能够持续的上工 那其实刚才有人互动 据老师有人说 特斯拉八月份会推出无人出租车 能提前布局吗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对吧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特斯拉的这个无人驾驶的技术 那我觉得反正 如果想要去打打提前量 做一个短线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驱动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就是你能想到的事情 别人也能想到 这现在就是变成 大家就是你埋伏 就是你埋伏了别人的埋伏吧 那才能最终获得这个就是收益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得看盘面 也不是说某一天都能 这个就是一定是能卡到一个最好的进场环节 现在的市场不是我预期你的预期 我就能比你有先手 而是说谁有更确定的确定性 现在整个市场是到这样一种循环当中 好了 稍事休息 稍后是我们的互问互答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抖音快舍微信平台发给我们 我们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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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大家的问题集中在哪 刘欣 有人问 券商这周会有机会吗 这可能跟大家对周三的期待有关 对 一个是周三的期待 第二就是在周五的盘中的话 其实券商板块早盘冲高一下 然后五盘其实带动整个市场出现了这样的活跃 当时好像对于券商板块的活跃还有一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传闻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周五整个券商板块活跃的过程当中 我建议大家看一支这样的个股 就是券商当时跌幅榜的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个股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券商板块在周五活跃的过程当中 有些个股还在释放风险 包括之前的一些个股目前的这个止跌迹象也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整个券商板块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面的异动 只能说是一些个股的这个行为 它还缺乏一个持续性 而且伴随着半年报的这个推出 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想到今年上半年整个券商的业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些相对来讲不敌因素的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整个券商板块在这里要出现一些大的动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难的 那张希说有人问说下个月呢市场会有一些游戏的新的游戏出来 目前的订购量可能也有非常好的预期 那会不会带动游戏板块的反弹 应该说的是这个3A打造黑神话悟空 这一款游戏的话目前在Steam的榜上面还是比较靠前的 而且的话它的那个画面和内容度比较受欢迎 我觉得对于该公司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会有影响 你包括这个传媒也说三体要拍电影等等 我觉得整个TMT板块的话 事件性的消息刺激笔伏 但是这个板块的困境也非常的明显 第一个就是包括之前炒这个AI的时候 大家也会发现TMT体材概念的确不缺热点也不缺 好像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但是反映到业绩上面来看的话 并不能得到让人振奋的消息 甚至说你这一次看见业绩好的话 你就可以担心下一次业绩差 所以我觉得单个事件性的一个刺激的话 对某个板块来说是某一日或者分时上的一个上涨 但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难以把握的 可能你等待下个月的3A打造上市的过程中 前面先跌了10个点 然后等到有消息刺激的时候 盘中给你反弹个五六个点 那么你是获利了结还是止损离场 当时都还说不定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件性的投资的话 其实不太合适 还是更多的关注一些长期评论的一个机会好一些 那据老师刚才大家有问地产节奏的 就是会不会还有政策第二波 大家有所期待 政策第二波现在不好说对吧 因为我们还是以官方为准 但如果说是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讲 我觉得地产板块在经历了前面一波上涨以后 然后现在也进入到一个短期的调整 后面我觉得地产板块应该是横向震荡 横向震荡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然后不管是地产板块后面会不会再起一波行情 或者是还会有后面的上涨 那我们就关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你刚刚说的政策方面是不是有更强的期待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整个的后面的就是二手房的销售数据 会不会有明显的回升 大家也在看第一波政策以后 整个数据的反馈情况 这可能也是现在地产走到目前它之所以等待的原因 那还有人问黄金 居老师 黄金 我其实因为我正好有课程 我在一个月前就讲了就是有色周期这边我看不清楚 因为本身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就我觉得看不清楚 特别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跟这个后面其实也会跟美联储这个降息的这个时间点 有很强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不看 也就是这个波动率不是所有人都能抓得住的 就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其实这个波动率很难抓 既然很难抓这个波动率 就是它没有持续性的行情了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放弃 就是可能你这些都比较适合这种短线高手 那张欣硕有人问玻璃机板还会有行情吗 这个TSV的话也比较有意思 它其实是当时封装的一个技术 原来是用铜板做封装 后来改成玻璃机板做封装 那这个技术的话 当时其实和后来的电磁屏蔽 包括一些同链接的概念 其实是一块去交易的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对于整个科技行业来讲的话 这种概念性的操作 对这个板块来讲 其实都不是一个好事 大家很容易形成 这个科技行业出一个概念 然后片一波振进去 然后被套牢 都会形成这种感受 所以说我觉得玻璃机板的话 大家首先去明白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它不是所谓革命性的东西 也不是引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转折 它纯粹就是有一定的信息发酵 然后打一个信息差的一个资金行为 不要太过在意 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确它发展很快 但是也不至于说 某一个东西可以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 所以说我给大家讲 像玻璃机板电磁屏蔽 这种一听这个词都不太和正统的 这个科技方向有关系的这个品种 其实一定要保持谨慎 你包括最早的时候光模块 大家还可以理解 到后来的时候同链接 光模块可以做一两个月 同链接可能只能做个一两天 我觉得玻璃机板的话 这个题材的反复都没有再看的一个价值 其实你甚至可以理解 如果玻璃机板涨个两天 那么隔日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电磁屏蔽也会跟着来一下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这种题材的炒作 对于真正做长期科技行业投资的人来说 其实是对资金情绪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屏蔽掉 这些比较繁杂的信息 没有太多价值的信息 专注于长期的行业的话 比如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办法体设备 其实在整个科技行业的波动性上面 或者说这个收益性上面 会获得感更好一些 居老师有人问机场航空 现在还能不能做一些关注 航空我不知道它指的航空 是不是指的哪部分 对哪部分 如果是讲的航天军工的话 我觉得航天军工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如果是纯粹的机场航空 我觉得现在也不是特别好的关注点 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 或者说在本月应该这种板块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还有一位朋友们说 红粒个股需要调整多久 这个问题 可能应该还是受最近 你包括最早是中央海空一个跌艇 然后后面又是长江电力 然后中国核电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 这个就是红粒比较偏强势的一些持续性贴着 五日十日均线上行的个股 其实都出现了这个成员量的放大比较害怕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板块什么时候调整结束 我觉得这个板块比较好做的思路是新高 你就看它这边一根阴线多少被资金吃掉 吃掉之后的话 那还能重新沿着新的均线往上走 那一个调整时间其实就自然出来了 然后如果参考之前整个红粒个股的调整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这种阴线的话 一般一根阴线出来之后 大概一周左右只跌 然后大概两周左右再收回来 所以说一根红粒个股的长阴线修复的话 一般至少包括它出现的那一周开始来算 需要三周左右的时间 当然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这个成交量也不支持它修复 所以我觉得你换一个思路 如果忽略时间的话 直接看价格 就是新高的时候再重新关注起来都来得及 其实这一段时间 刚才几位嘉宾也提到了长江电力 因为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股息13 就是这个好像大家觉得 未来在红粒策略当中作为配置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资金 会有新的想法吧 我说一下就是周末 这个周末其实很多人在讨论 这三家公司 那是中国神华 长江电力跟贵州老台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 从三家公司的角度上来讲 买这些公司的资金是一体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 同一类的 对吧 那么现在大家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两个在高位 一个在低位 就贵州毛台的低位 那是不是要在高位 把高位的轻了去买低位的 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中长线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策略是不是会有效 对吧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答案留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站在这个时间点上 20倍的毛台你觉得是更便宜一点 还是说这个 这个类似于长江电力跟神华 还有更好的上涨空间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就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 就是未来的这种投资啊什么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明确一下自己的这个策略 对对对 长江电力 贵州毛台 中国神华 挺有意思 那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互动 不妨在互动区跟我们一起充分的交流 我们一会儿用一些时间 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也充分的展现给大家 好 稍时休息 稍后回来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 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 老凤翔 凤翔喜事提醒您 精彩继续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心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 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进入明日前瞻 看看三位嘉宾 对明天市场的市场提示 刘欣 如果从短期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说上升指数 现在距离下方的半年线 还有大概十几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大概在三千点的附近 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明天市场 护止继续震荡 回落到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短期内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因为上面的话 在年线附近的市场有过一次 这个触及年线之后的一个短期的反弹 但是就目前整体市场而言 大的趋势而言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大家可以打开 上升指数的周K线 其实可以看一下 上升指数周K线的MSED的指标 在这周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 死差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而这个情况 上一次出现是在 2023年的5月的中旬这周出现的 当然不是说未来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 说明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调整的趋势 或者说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这个扭转 江青硕有什么提示吗 我觉得这个科技股还是短期 抓那么多是吧 那个出来冷静一下 不可能这个天天指数跌 你这个半导体一直涨吗 而且我觉得这种 大家如果参考当年2013年的情况 当年2013年创业半指涨的时候 上升指数在调整 也是这种大小分化 但是当时的时候 如果整个上升指数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的话 大概1.5%到2%左右的时候 其实创业板是转头跟着补跌的 所以我觉得明天的话 主要是在意科技股的离场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短期离场 中长期我们还是做多 好的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九方至头的投降时间 全面注册制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新股前五天不设涨跌幅 那你知道 全面注册制的核心是什么吗 这个我懂 全面注册制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实行注册制 并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 不是谁想发就发 并且坚持申报及单责的原则 发现发行人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嫌疑的 及时采取立案稽查 终止审核注册 暂缓发行上市 撤销发行注册等措施 那如果我真的被 不良上市公司的 违法行为伤害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全面注册制下的 投资者保护 现在建立了 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活动的 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严厉打击 欺诈发行 财务造假等 严重违法行为 严肃追究发行人 中介机构 及相关人员责任 形成强有力政策 还有更多 全面注册制的知识 后续节目 我会继续讲解 九方志投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感谢收看 本期的工资与行业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张欣硕 剧烈 留心 那明天晚节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是 Shanghai 看起来像 镜业的《The Matrix》 对呀 他们建立了这么多 skyscrapers 你不能看到任何绿 你不吝点赞 订阅 你不吝点赞 订阅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这些汪笋 嗯 小龙包 小龙包 小 小龙包 小龙包 面条 面条 鸡 鸡 和上鸡 和上鸡 或者鸡 面条 拜託,拜託 Roger Federer 從2002到2002年到2002年 他每年都在英國玩樂園 他每年都在英國玩樂園 很驚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